播剧《不一揚的聖誕》 安心,你這樣又學到新的東西了 多謝你,這麼有心打個電話來問候我 不過今年就沒有節日氣氛了 都不及得往年這樣 可以和你出去逛逛摩 可以去聚餐 又可以去慶祝會看看表演 多高興啊 唉,今年還哪裏有什麼聖誕快樂這支歌仔唱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我覺得反而要唱這首 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詩永恆 阿花阿花,你真是沒錯 你口花花 今次不是算口花花 是不止好唱口 還說得很對 你看,今年自從新冠肺炎 在全世界不停迅速蔓延 啊,成為世紀大疫症 你知道嗎?死了多少人 死了百幾萬人 你說,怕不怕?不怕就假了 唉,方丈,讓你說到人心惶惶 如果人人都學得你這樣 天天躲在那裡 不敢出街 就不怕啦 你這麼怕青 難怪得 叫你做方丈啦 什麼呢?我自己姓張 我老公姓方 才被你們叫做方丈 真是疫情嚴峻非尋常 阿花,雖然疫情嚴峻非尋常 但是苦無出路主體量啊 安心啊 什麼叫做苦無出路主體量啊 主怎樣體量啊 方丈,你聽下咯 主耶穌降世的第一個聖誕 跟我們一樣而已 經歷好多的事情 都是出乎意料之外 令人大失欲損 不如我們一起聽下 神怎樣計劃主耶穌降世為人 與人一同經歷生活的無常啦 聖經故事 瑪莉亞和約室 這個是瑪莉亞 她是耶穌的媽媽 瑪莉亞未做媽媽之前 是住在拿薩納 因為瑪莉亞按照神的律法生活 和還未曾結婚 所以她未有小朋友 但是她已經和一個叫做約室的男人 定了婚 你好 有一天 一個天使來到瑪莉亞面前跟她說 神已經挑選了瑪莉亞 天使說 神跟你在一起 但是瑪莉亞又怕又迷惡 她想知道天使究竟說的什麼 然後天使說 不用怕 神很愛你 祂想大大地使用你 你將會生一個兒子 和要定她的名字做耶穌 耶穌將會非常之偉大 和永遠成為國王 瑪莉亞問 但是怎麼會有可能發生呢 因為她還未結婚 而且知道結婚之前是不可以有小朋友 但是天使告訴瑪莉亞 聖靈會令她懷孕 這樣出生的BB就會是聖劫 並且會被叫做神的兒子 天使提醒她 對神來說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所以瑪莉亞決定 神靠神 和神為她計劃的一切 在他們結婚之前 約瑟發現瑪莉亞有了BB 她以為瑪莉亞做了錯的事 但是約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想周圍的人認為瑪莉亞是壞人 所以她決定暗地裡和瑪莉亞解除婚養 當瑪莉亞在考慮這件事的時候 一個天使在夢中向她顯然 天使說 瑪莉亞,你不用怕娶瑪莉亞做你的妻子 天使解釋說 瑪莉亞的BB是來自神 天使繼續說 BB的名字會是耶穌 耶穌會將她的子民由罪惡中拯救出來 當約瑟醒了之後 她就按照天使所吩咐 出 出 你還好嗎? 真的嗎? 對 將懷有神的兒子瑪莉亞 娶為她的妻子 約瑟和瑪莉亞都很信靠神 兩個一起跟從神賜給她們的計劃 將救世主帶進來這個世界 哦,原來 瑪莉亞和約瑟就是這樣生耶穌的 嗯,我阿花雖然信了耶穌 但是我都很難想像 可以做到瑪莉亞和約瑟這樣 去肯服信靠神 你想想 她們已經計劃好叫結婚了 突如其來 瑪莉亞就說什麼聖靈懷孕 如果約瑟不聽天使的吩咐 怎麼都不肯跟瑪莉亞結婚 哎呀,這樣就大件事了 啊,我以為今年 沒得外出四圍去 會很辛苦 原來瑪莉亞和約瑟為了要 成全神的計劃 犧牲給我更多很多 阿花,還不止這樣 瑪莉亞帶著個土 還要翻山 月亮去百里行 成全神預先宣告 救主耶穌在百里行出生 我們一齊來聽聽聽 聖經故事耶穌出生啦 這個是瑪莉亞 她是耶穌的媽媽 是 不過在她未做媽媽之前 她住在拿薩勒的鎮裡面 她和一個叫約瑟的男人 定了婚 將會嫁給她 你好 瑪莉亞因為神的能力而懷孕 初時約瑟並不明白這一切 但是有一位天使來跟她說 要她繼續娶瑪莉亞做她的妻子 所以她就照天使所說 娶了瑪莉亞 沒多久之後 當時的羅馬皇帝阿古士督 想點算一下全國有多少人 所以她就命令每個人都要回去她們的家鄉 方便她們可以被點算得到 由於約瑟的家鄉在百里行 所以瑪莉亞和約瑟 就由拿薩勒一路走去百里行 當她們到達百里行的時候 她們想找個住宿的地方 但是她們找不到房住 我抱歉 所以她們就住了在馬房裡 呃… 在那裡 嗯… OK 當她們去到那裡的時候 瑪莉亞就生了耶穌了 哇 瑪莉亞把小耶穌用布條好好地包住 將她放入馬槽裡 就是這樣 上帝的兒子 世界的救主 就在百里行的一個馬房裡出生了 安心啊 我有點不明白 耶穌出生 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剛才我們不是說 疫情嚴峻非尋常 苦無出路主體量嗎 放下 你聽完下面的兩句 耶穌降世似平安 信靠真神福永響 耶穌降世似平安 安心 你看看這個世界 哪裏有平安 啊 這麼多人受感染 照不報值 你說了 怎樣才能得到平安啊 靠自己 當然沒有平安啦 創造主願意親自降生 成為主耶穌帶給人平安 安心 你有沒有看到啊 給人平安 耶穌出生啊 都要睡馬槽這麼艱難 你告訴我 你信耶穌有什麼好處啊 我知道 信耶穌就好處多啦 先說神愛所有的人 連你還未信耶穌也有份啊 就是神創造天地 讓我們享用一切所需要的 如果創造主 嘗試一天收回祂給我們的空氣 陽光 食水 你想想會怎樣 阿花 你不用說 整天這麼長 幾分鐘 沒有空氣 都死了 就算有空氣 你看到嗎 肺吸不到 一樣死 好像那些人一樣 要遇到新冠病毒 要入深切治療 擦喉 舒養氣 方張現在你明白啦 所以我們每天能夠有精神 健康起床 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聖經說 我們生活 動作 全流都在乎創造主 正所謂 得人恩果千年紀 得人花大萬年香 我們應該喝水師緣的 去感謝創造主 每天的供應和保守 嗯 我告訴你 我是靠自己白手興家的 辛辛苦苦賺錢養家 應該感謝我自己 方張 既然你期望家人感激你養育之恩 同樣神都期望我們 感謝祂詩恩典 賜給我們飲食啦 精神健康 我們才有能力去養家 好似兒女不感激父母養育之恩 就是不孝 同樣如果我們 當這個詩恩的主無道 我們就是得罪了神 我聽過有人說 有一個意大利九十三歲的老伯伯 他在醫院的情況好轉之後 他就出院了 他出院的時候收到一張帳單 要他給呼吸機的費用 那老伯伯就哭了 我不是因為要給錢而哭 我給得起 我哭的是因為我已經呼吸了 神給我的空氣九十三年 我都沒有給過一元 現在醫院居然要我給一天的呼吸機的費用 就要五千歐羅那麼多 你們知不知道 我欠神多少錢 我以前都沒有為了這樣去感恩 雖然這個消息真假就沒有辦法去考證 但老伯伯的話 又值得我們去反思 沒有病沒有痛 自由自在地呼吸空氣 誰會為可以呼吸而去感恩 等到一入院才知道 能夠呼吸真是神的大恩典 我也要記得去感恩 做一個神的孝順兒女 老實說 我以前很反感你們相信耶穌 經常說人有罪 我覺得我自己又沒有殺人 又沒有放火 更加沒有偷騙拐辯 根本就是好人一個 但聽你們剛才解釋 原來沒有感謝創造主 吃飲食健康都是有罪 那我都輸有份得罪神 方先生你現在明白了 聖誕節就是紀念創造主 降世為人 周圍神和人之間的中間人 將我們 本來是蒙恩賦義的人 可以接受耶穌做我們的代罪高養 我們的罪得到赦免 就可以重回聖結的主的懷抱 做神的兒女 可以享受天家的福氣 不過 既然都信了耶穌 可以去天家享永福 那我有時 病凍起來很辛苦的時候 我都會問神 為何不快接我上天家 要在這裡捱世界這麼辛苦 阿花 阿花 你知道嗎 主耶穌本來是神 願意為了我們 這麼辛苦降世為人 醫病濟世 教導人真理歸向神 我們應該學主耶穌基督 聖經都跟我們說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 取向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子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信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 又此給他 那超乎萬靈之上的名 因為主耶穌願意 成就神拯救人的計劃 所以神將他升為最尊貴的位置 哦 原來信了耶穌 不是就是可以馬上天堂享福的 還要學主耶穌完成任務才能走 我記起聖經有一次這句說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祂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樣患難的人 阿花 安心 我哪有你跟耶穌那樣 跟你們這麼偉大 這麼有本事去救人 我啊 自己啊 自身都難保啊 正在這場疫症 我都害怕都不能睡 不斷害怕 怕到整天 怕感染 晚上又震到不睡得好 好啊 光章啊 你又不用這麼怕 有主耶穌體諒 聽我們的祈禱送心聲 幫我們會度過這個疫情的難關 好心的 主耶穌上十字架之前 已經預言祂會復活 還跟門徒說 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 在西上你們雖然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因為我已經聖了世界上一切的苦難 甚至聖過死亡 咦 安心啊 我記起有首歌叫 主耶穌為我 裡面說到主耶穌已經降生為人 又完成救恩 又復活 而且還會再回來 接我們去天家享永福 不如我們一起聽聽聽這首歌 歌詞 當世他愛我 驚死他救我 埋葬他派去 我一切聚天 復活是我情義 榮脫追犬勢 天天 天天地天 其他財賊 荣脱罪犬逝 日日投灰来 安革防无边 耶稣以为人 江西钉十字架 随掉罪恶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经历死亡 复活随掉死亡的权势 就是魔鬼的权势 并释放我们因为怕死 而一生被农疫的人 安心 谁知道复活这件事 是真有其事 方正说你听一下 耶稣复活之后 有很多目击的证人 亲眼见过 听过亲手摸过复活的主 然后写下圣经 记载作为历史的事实 流传给我们那些后世的人知道 嗯 我有个见证想分享 我小时候很喜欢听婆婆说故事 我很记得他临上天家的时候 他说了个故事来安慰我 他这样说 从前在水里面有一条鱼 取笑一只花斗 哎 看你呀 看你不顺眼 个头那么大 尾也那么尖那么幼 花斗就说了 哎 我只是暂时寄居在水里面的 有一天我的身体会变化 离开水跳上陆地去生活的 婆婆就说了 他就好像花斗那样 暂时寄居在世上 他很有信心和盼望 知道主耶稣为了他预备好 永恒的天家 永远有神同在 他叫我不用伤心难过 虽然婆婆说 他今天的生活过得很好 但是他说在天家的生活 是更加好 会有荣耀的身体 不用挨腰酸骨痛 婆婆还吩咐我 要认真去信耶稣 要紧紧地跟从圣经的教导 以后就可以跟他在天家里再相见了 阿花 你婆婆说这个故事 很有意思 难怪你几十年之后 还记得这么清楚 以前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 是现在才没什么记性 但是我一定记得主耶稣 圣经也说 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很有限 将来到天家 就会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 谦卑接受主耶稣 安心啊 我想问一下你 怎样叫做把握机会 接受主耶稣啊 方丈啊 你可以诚心地对神说 第一 求主耶稣赏灭我罪 第二 求主耶稣 进入我心 做我救主 第三 求主耶稣 带领我前路 神是听祈祷的 你这样立志跟从神 就有圣灵去引导你 不单止 只是希望在今生 那一百几十年 当世上的旅程 结束之后 就有永恒的天家 为我们预备好了 人有信心和盼望 就可以平安 稳妥地生活的了 我记得 我信了耶稣的基督徒 只要凡事信靠主 教托主 人生就有神 看顾和带领 就可以轻轻松松 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日 我想起那首 天父必看顾你这首歌 好得安慰 我们一起唱 天父必看顾你 时时看顾 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时时看顾 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这首歌真是好安慰我 即是说天父必看顾我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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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神看顾我 处处看顾我 唉 真是多谢天父看顾我 是咯 方张 既然有神看顾带领 那就可以安心 以后不用这么慌张 多谢你提醒我 原来不是靠自己 还可以交托顺靠主 知道神看顾 自然就平安稳妥了 虽然今年有疫症 但是我们又学到新常态 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无得咸摩 无得聚餐 无得参加慶祝会看表演 无所谓 反而我们可以注目在主耶稣这位 圣诞主人翁身上 过一个更加真材实料 有意义的圣诞节 阿花,你讲得真的很对 疫情严峻非常常 苦无出路主体量 耶稣共世耻平安 信靠真神福永响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平安健康 信靠真神福永响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For you and your kin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